喂 我想我们请问你是姓普吗 对啊我是姓普啊你好 啊我听说你建议把毛主级这个给埋了 你建议的吗 我是说把它先火化了 然后再选一个好的墓地让他家把它埋了 你这是不对的 你委员给全国人老百姓的心意 我是不是老百姓啊 您是老百姓我也是啊 我也是老百姓 我就是说你这个建议是 你的一次人大代表还是证件委员啊 我都不是 我就是一老百姓 你都不是你就不能提这个玩意 你就是很多违背老百姓的心意 95%的老百姓热爱毛主级 可是我也是老百姓啊 就是我那5%我能不能 你这个建议你怎么这么违背民意呢 你知道老百姓怎么想的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现在老百姓 95%老百姓都想念毛主级 知道吗 不知道 你这个建议你不知道 你不不知道你瞎说什么话 我自个儿不想念毛主级 我想把他埋了 怎么了 你不想念你瞎说啥呀你 我没瞎说 你这一讲就讲了 我说的是我自个儿的话 你自个儿你也网上下发表啥意见的 我会不会意见犯法吗 你这么发表你把全国老百姓都惹怒了 然后呢 我们都是除了老百姓 你把他帮你放在外甲桌里去 你你你你这 这么办这你你自己的愿望 你往往下下解啥呀你 我自个儿愿望 我想让全国人的代表提给全国人大 你就全国人更不对了 更不对了 这个什么政治 你现在不知道老百姓是多穷啊 老百姓生活的什么状态 你发财了 你不想着中国老百姓咋回事啊 我没发财 你没问张律师你不发财 那张律师穷得很呐 你是记者例子 你还不想着 你不但不支持这些中国老百姓的状态 我说你还是 还在提这个建议 你独个违背民意 你当没当过早甲 当没当过警告甲 当没当过延安 去了以后你看到老百姓什么状态 有多少人一年 几十万几十万就往那跑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您觉得是 都是想念毛主席的领埋吗 想念毛主席吗 那他想念我不想念不行了 你不想念你就不行发表 那你还不让我说话了 那当然不让你说话了 你说这个狗屁话就不行 我跟你说你就等着电话开 就等着爱骂吧 要去换号 你都干什么玩意你都是 我没干啥呀 他看了以后非常生气我们 知道不 是吗 那我们就讨论讨论 我们都是老百姓 我们都在骂你呢 这是干什么 你骂你上天害你 毛主席也上天害你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就说毛主席把穷人 为穷人欺赏了自己 一家 那毛主席的命不上天害你 不上天害你 整个都是走日派 没整老百姓 就早点在走 不懂现在大官都成啥样了 就不像毛主席那说 现在大官这么腐败 怎么腐败的 那你把这个单官腐败的事 你自己直接跟上级去反应 不就完了吗 大官腐败 毛主席实在有腐败吗 毛主席不就是 那你怎么回来 那你现在这么平均 就是 那你帮你 不就害怕 我还是这么想 他喜欢把他拉回家去 看我当年少天害你 我看你才少天害你 把你的狗屁嘴闭上